日前,將軍澳一名男子在停車場躲下不幸死亡的事件 大家都很關注 所以今天我們連同救護的代表舉辦這個記者會 希望釋除公眾的熱淚 對於今次一名年輕人不幸逝世 因為警方對她、她的家人和她身邊的朋友 治罪深切的遺物 希望她的家人可以節哀順便 警方和香港所有的市民一樣 心情都很沉重 很痛心 很難過 因為沒有人想見到這件悲劇的發生 這件案件現在是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的 我們承諾 一定會深入調查事件的經過 亦都會建議召開死因庭 將報告交由死因裁判官決定 如果日後召開死因庭 所有的調查資料都會在庭上公開披露 而我們都知道市民對於當晚的情況 仍然有很多疑問 而我也想強調事件在發生的48小時之內 我們已經盡快舉行了一個記者的簡報會 向公眾講述了初步的調查工作 也即是集中在案件的關鍵時間 也即是死者進入停車場之後 即是大約凌晨1點左右 在停車場的閉路電視內的內容 而過去幾天 我們多了一點時間 做更多的調查工作 確闊了範圍和拉長了時間軸 包括推前 看了閉路電視 在當日凌晨1點之前的片段 附近屋苑商場的閉路電視 和附近私家車的行車紀錄園等等 我接著來會講一講當晚警方的調配 是剛剛這個星期日 即是11月3日晚上10點半左右 將軍澳皇冠假日酒店附近 有人開始聚集和叫囂 而在酒店附近的上德村停車場 也都有人在高處的地方聚集 為免危害公共安全 所以在當晚的11點06分左右 警方曾經派員去到上德村停車場 裏面巡邏 並在十幾分鐘之後 即是當晚大約的11點20分左右 離開停車場 去到凌晨1點04分 警方便第二次由地面進入停車場 開始驅散停車場裏面 在高空向警察投擇硬密的示威者 直到警察去到停車場的二樓 見到有消防員進行急救 才知道事件的發生 這個時間我會交給胡Sir 講講閉路電視片段和一些詳細的情況 大家好 在螢光幕那裏可以看到一個簡單的時間軸 就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警方的調查進度 包括停車場和附近屋苑的閉路電視 所調查出來的結果 可以剛才 Madam已經講過了 在11月3日晚上10點半的時間 我們是在唐德街附近 其實就是王冠駕酒店附近 處理一些滋擾事件 同時晚上11點06分至20分 我們現在可以確認 的確是有警方在薩德川停車場 就是這次案發的停車場 附近 在裏面處理附近的滋擾人士 去到11點54分 11月3日 我們是確認了 死者是獨自離開他居住的 遇所留宇 接著我們見到情況 在凌晨的23分 有示威者在唐明街、唐進街 交界賭路 投擲顏物 警方道場處理 去到凌晨0026分 我們也清楚見到 死者當時是獨自一個人 在富康花園天橋 步行進入去上德停車場 即是案發現場的停車場 是凌晨的26分 謝謝 在這段時間凌晨26分 至到一天間 我所講的凌晨1點鐘這段時間 我們是斷斷續續 在停車場裏面觀察到 死者獨自在停車場裏面 徘徊 凌晨41分開始 警方是在唐明街、唐進街交界 向廣明遠方向施放了當媒的出來彈 凌晨55分 消防人員是接報一個警鐘不明的案件 進入上德停車場處理 去到0100 我們在附近屋苑的閉路電視 看到凌晨1點鐘 死者是獨自由上德停車場 步行出 富康花園的天橋 向富康花園方向步行 而在很短的時間 但一分鐘之內 凌晨1點01分 我們也看到死者 由富康花園天橋 向上德停車場的2樓走進去 凌晨1點02分 我相信大家在媒體上都接觸了很多的資訊 就是說 見到死者是獨自由上德穿2樓的停車場 經行車道走上去3樓 接近我們推斷它是跌落點的位置 在凌晨1點05分 上次都說過 消防員被市民通知 就說有人從高柱陀下 他們其後發現了死者 是倒餓在2樓的平台位置 我或者再用一個圖的認識 清楚再講講這個事件 關鍵時間 我們在凌晨 凌晨19-023分的時間 發現到死者是在富康花園商場 出入的 是一個人 凌晨26分 死者第一次由富康花園天橋 步行進入上德穿停車場 凌晨26分 38分 44分 45分 47分 49分 我們斷斷續續 在2樓停車場 靠近唐明街這邊的位置 都記錄到死者 獨自一個人 用正常的速度 不是跑的 正常的速度在徘徊 當時它是有用手來電話 但是沒有跟其他人有身體上的接觸 直至到1點鐘 我們留意到死者獨自由停車場 步行向富康花園方向經這條天橋走 一分鐘之後 沿回天橋走回到商場 然後輾轉 在1點02分 我們見到它由行車路走上去三樓 跟著停車場的閉路電視 就再見不到死者出現 其後就是大家 現在我們一路講 重複很多次 1點05分 06分 消防員被通知 發現了死者的位置 其後就是救護員到場 和將死者送完 我希望今次這個時序 就比較清楚地交代到 我們暫時的發現 也都希望可以釋除到 大家坊間暫時到今天為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揣測 我將時間交給Madam 請回答 簡單而言 綜合以上調查所知 警方曾經兩次進入停車場 第一次巡邏的時候 是在星期日晚上11點06分 至到20分左右 當時死者不在停車場裏面 而第二次驅散 是在星期一凌晨1點04分之後 當警察進入停車場的時間 消防員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 正為死者進行急救 就有人指控警方 曾經在停車場裏面 追捕死者 甚至說我們將死者推倒 以至他失足墮霞 警方再次嚴正聲明 絕無此事 如果市民有資料提供 請繼續向我們 告訴我們 以能令我們查明真相 最後 我們在網上 看到有人號召今晚 和接下來的周末 就這次事件舉行集會 我們尊重任何和平 理性的公眾活動 但是我們都留意到 一些非常偏激的網上言論 警方想在這裏再次呼籲大家 大家要冷靜 這件事是沒有人想見到 沒有人想去發生的 希望大家可以靜一靜 去想清楚 沒有人再想見到 一些任何的混亂情況 再次出現 以後來的時間 我會交給梁Sir 講一講救護那方面的資料 各位傳媒朋友 消防署對於一名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 在11月4日凌晨 在將軍澳天橋 停車場裏墮下 最終不治 消防署心感難過 並且對他們家人 致意最深切的慰問 就著教導之前 傳媒就著11月4日凌晨的時分 在將軍澳上德川廣明院附近的範圍 發生了幾宗的緊急救護召喚 向蕭王主提出的查詢 為了我們讓公眾更加了解到 當晚我們那輛救護車 在抵達現場之後 的情況有充分的了解 消防署希望透過今天的簡報會 交代有關的情況 消防署當日在凌晨的時分 在上德川和廣明院附近的範圍 總共接了五宗 五宗的求助個案 為了讓大家傳媒的朋友 可以進一步了解 了解得清楚些 所以我會按時序去交代 這五宗的個案的經過 首先 本署隸屬大赤沙救護站的492號車 救護車在同日的凌晨1點02分 接到前往廣明院廣營國 處理一宗氣速和腰部受傷 腰部痛的緊急救護自援 當救護車在凌晨1點10分到達唐晉街和唐明院的交界 進入上德川入口時 有多名市民向救護車主管求助 表示有人受傷 因此救護車主管立刻通知消防通訊中心 A492號車 我們的救護人員 其後由市民帶領到達廣龍國的電梯大堂 去處理一名受傷的傷者 在凌晨1點54分離開現場的時候 將該名清醒的男傷者送抵將軍澳醫院 在這種處理緊急召喚中 A492號車的救護人員 是沒有和現場的警務人員接觸的 消防通訊中心收到A492號救護車要求增援的訊息之後 立刻調派這個隸屬藍田救護站A346號救護車前往 處理原先廣明院廣營國病人氣速和腰部痛的緊急召喚 A346號車到達了唐進街和唐明街十字路口交界的時候 當時有一些警車和一批警員集結在唐進街唐明街十字路口中央位置 正在向廣明院唐明街的方向施放催淚彈 正如早前傳媒片段看到有警車停在救護車前面的情況 由於警方當時正在施放催淚彈 基於現場情況不安全 救護車A34路車的同事我們就留在救護車裏面 密切地觀察當時的情況 並且即時向消防通訊中心指出當時警方在上址施放催淚彈 因此我們的救護員未能通過這個路口 稍後救護車的主管在評估了現場的環境安全之後 便隨即帶同一些救護的裝備 就由一名自稱急救員的引領下前往廣龍國外處理傷者 到達現場之後發覺傷者已經由先前提及的A492號車的人員處理 於是我們的同事就由消防人員引領下帶我們去處理腰痛和氣速病人 到達現場之後消防人員已經處理傷者 救護人員隨即接受進行為這個傷者檢查 檢查之後這位清醒的傷者表示 其後不需要緊急救護服務 並且簽署了一個拒絕使用救護車的表格 除了剛才剛才說的兩串案之後 在同日凌晨01點11分 本處隸屬寶林救護站A344號救護車 亦都接到消防人員匯報被派往 調派去上吉村上禮樓停車場二樓 處理另一宗的緊急救護支援 亦即是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周同學 當時救護車經過寶信路進入唐明街之後 發現了車輛阻塞 車輪裏面包括一些雙層巴士私家車等 亦都在有一些在場的人士 向我們的救護人員示意未能繼續向前往 所以我們的救護人員即時舉行一個近上信路的路口 進入上德川的現場 在凌晨1點20分 當救護車抵達了廣明院廣營國附近的時候 發現前面亦都有一些車輛停白在那裏 救護車亦都未能繼續前進 三名救護人員立刻帶同一些裝備和保護衣物前往現場 並且在凌晨1點30分到達雙者的位置 在34號車停泊的路面 亦都是附近的路面 當34號救護車的救護人員接觸傷者之後 消防員正在處理傷者 亦都有義務的救救員員在現場 我們的救護人員隨即接手去處理這位昏迷的病人 在凌晨1點41分 雙者亦都由34號救護車送往伊麗莎白醫院 並且在1點59分送抵醫院的急診室 在處理這宗救護的召喚裏面 A34號救護車的救護人員 是沒有和現場的警務人員有接觸的 總括來說 本署的救護人員在11月4日凌晨 在上德邨和廣榮院現場 只是處理過上述這三名的傷者 另外本署隸屬藍田救護站A237號救護車 亦都在同日凌晨1點15分被派往廣榮院的閘口 處理一宗有人受傷的個案 令車在1點24分抵達唐明街 經過搜索後救護人員在現場並沒有發現任何傷者 救護車在凌晨2點離開現場 另外隸屬保臨救護站A391號救護車 亦都在同日1點41分被派往廣榮院的天橋處理一宗有人流血的事件 亦都在1點57分抵達唐明街 在報案人所指的行人天橋裏面進行搜索 但是救護人員並沒有發現任何傷者 救護車亦都在凌晨2點09分離開現場 那我交代的就是這樣 走 走走 我現在在議員發了就去報應 請去報告 聽說 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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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期的福利 优优独播剧场—— We will spend every effort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cause of his death. We will also recommend a death inquest. All information about this death will be heard in an open court. We certainly understand that the public concern about this incident, so please allow me to give you an update of our investigation findings. At around 10.30 p.m. last Sunday, some radical protesters gathered around a hotel in Jungwon-O. Behaving in a disorderly manner, police officers conducted foot patrol in the area. To ensure public order, at 11.06 p.m., our officers were assigned to patrol inside the car park, and they left at around 11.20 p.m. Then at 00.05 a.m., police officers entered the car park for the second time to disperse protesters who were throwing objects from heights in the car park. Not until our officers arrived at the second floor and saw fire services officers rendering first aid to the men did they realize the incident. From our investigation, we have found the deceased left home in Jungwon-O alone at around 11.54 p.m. on the 3rd of November. CCTV footage also shows between 00.0026 a.m. and 01.00 a.m. On the 4th of November, the deceased was wandering alone in the car park and the connecting footbridge. At 01.02 a.m., he was seen walking up from the 2nd floor to the 3rd floor of the car park alone. Then at 01.05 a.m., some informants told fire services officers inside the car park that a man had fallen onto the ground. In simple terms, police officers have entered the car park twice. The first time, they entered to conduct patrol, but the deceased was not yet inside. For the second time, they entered while fire services officers were already rendering first aid to the deceased already. There are accusations that police officers chased after the man before his fall. We must clarify that it is certainly false. Lastly, we are aware that some netizens call on others to stage protests tonight and over the weekend. there are also radical comments made online. We appeal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stay calm and rational. We appeal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provide any useful information to the police so that we can find out the truth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very much. 就是想問問Madam 早幾天警方都發佈了很多資料 今天警方就有紀錄框都出入已報錯的 那你會不會為了警方發放了一些錯誤的資料而道歉呢 第三 那就Madam都說到現在很多方案的批評 就批評警方在這件事上 那如果由警方自己查一些東西 然後交給死人停 那其實那個公信力都可能不是很足以滿足到市民 那其實警方會支持 因應這件事的独立調查呢 独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呢 多謝你的提問 先說回剛才3、4、4號車 那當時我們的同事去到現場 這個唐明街的位置左右 那其實他在前方 因為那條是一條直路 那他離遠其實已經看到當時 是有一些車輛在那裡停泊在那裡 和停泊在那裡不動的 那當中包括一些私家車 和一些雙層巴士 在那條路面 那也都當時 有一些市民 向我們的救護車的同事 示意說這條路 向前走不了 那所以在當時 我們的同事 就選擇 用上信樓的入口 來前往現場 最後我們在上信樓 那裡進去 最後就去到抵達現場 然後再徒步去到雙者的位置 這裏可以說一下 證明是否一個警方行運 或是示威者逃過路 或是怎樣 所以擁置了塞車 還是一般的塞車 哪間部罰的 不好意思 蘋果的 你想看阿Sir 還是我回答 其實是 有車看不到前面 甚麼是塞車 只看到有車路 那想問一下 那時的黑塞車 是因為多車塞車 警方有行動 示威者倒路 還是怎樣 這裏我想先回答你 我們當日那個調配的時間 在我們第二次進入 上德停車場的時間 其實就是因為 在上德邨停車場 和旁邊交通交會處的中間那段路 其實就有嚴重的阻塞物 是一些示威者擺的一些堵塞 在那個位置那裏 所以其實如果車輛 是想轉入去上德邨的話 其實那條路是盡量的 那這一個就是 示威者當時做了一個阻塞的安排 而你再說回 剛才的其他的問題 首先 警方很理解這裏 事件是廣受關注的 所以已經即時派了 東九龍總區的重案組 調查這個事件 而事發 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先查回死者墮樓 一段時間的閉路電視 務求可以最快的時間 向大家發布消息 而在這個記者發布會 其實我們是在事發的48小時內 已經進行了第一次的傳媒發布會 而在一直的調查工作進行的期間 其實我們過去看了更加多的 廢路電視的片段 和一些行車紀錄儀的片段 好像我早前講過 其實警方是兩次進入停車場的 好像剛才這樣講的時候 第一次我們的發布會 我們未掌握到所有的證據 或者資料 當日 因為我們當日 其實很想 將我們手上有的資料 盡快給大家 當我們再看得多些 將那個時間軸 拉長的時間 我們發覺 原來我們真的有 另外一些警務人員 在死者進入停車場之前 是做過一些巡邏的工作 剛才我講得很清楚 一個時間性 其實就是在大約23 就是晚上的11點06分 至11點20分左右的時間 而剛才虎Sir都講得很清楚 在CCTV的片段 或者閉路電視的片段 是看到死者 進入停車場的時間 已經在凌晨00時過後的時間 所以兩個的時間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不過 因為我們當時很想 在盡快的時間 給大家資料 所以我們集中了 那個時序 就在01點鐘之前的一段短的時間 和01點鐘之後的一段短的時間 不如我們先回答這條問題 不如我們先回答這條問題 好嗎 我問一下 是 麻煩你 是不是都發了一些錯誤的資料 而令到公眾更加誤解了警方 那你會不會為了發錯了一些 不準確的資料而刺激呢 在這裏 我們就 警方強調這個事件的關鍵時間 是由死者進入停車場 到警方發現死者從高處墮下 都是沒有警察在停車場裏面的 不過 對於我們發放的資料 未夠準確 令到大家有混淆的話 這裏我們覺得不好意思的 如果令到大家有混淆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 就很希望可以在這裏作出澄清 希望大家拿的資料都可以更加豐富 希望可以解到大家的疑慮 謝謝 請問還有一條問題 另外 再講回關於那個調查的工作 調查工作的話 剛才我都有講過 關於那個死因調查 我們是會建議有死因庭召開的 這也是一個獨立由法官他們做的 好 麻煩你有沒有其他傳媒想問 不是 你有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我都講了死因庭 是你們會搜一些證據 然後交給死因庭 現在就是香港市民 又不太相信這件事裏面 就是警方的角色 那就是你會為死因庭 以外 或者是支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 不要去查這些事情 我想這個 或者讓我補充這個問題 在任何的死因調查的過程 我們都要根據死因庭判官條例去做的 依法去做的 其實在這件事裏面 死因庭判官已經知識了事件 他是可以作出適當的指示 指示警方或者其他相關的人士去作出調查的 我們暫時收到 就是相信我們警方是會進行調查 至於死因庭判官會不會下令 進行其他或者要求其他人士協助調查 這個我想沒有辦法回答 要交由死因庭判官 我想我們會作出公平公正的調查 亦都要根據 我們只可以根據死因庭判官條例 和死因庭判官的指示去調查 好 麻煩你有沒有其他記者想發問 麻煩你 應該是消息 都要不同的 都要舉手的 但我都要先舉手 這位才行 麻煩你請說 不是 不是 你現在有其他發問的機會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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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一下 剛才 剛好有個時間 製作顯示州和離開廚所的時間 想問他離開住所之後 到入停車場中間的30分鐘 想問是有沒有廢路電視 您的警方是否收到 或者有沒有目的就會知道 他去了哪裏 另外就是第一次 警方進入停車場的時候 其實這批警員有幾多人呢 他們離開的停車場 是否今年全隊警員都離開了 即是沒有留到第二批警員進來的時候 即是還有第一批警員在呢 另外就想問回消防那邊 就是想問一下A3-46的救護車到場的時候 其實就有說在附近有警員就發射催淚彈 其實想問在多少點是到到張高峯的服飾路口那個位置 想知道被阻塞的事務站的時間是多少 還有就是因為其實有續一輛救護車 其實在0110已經到了即現場 其實是否消防可以調配 可以零一個調配救護車的安排呢 那有兩一宗即是零一個救護車 都可以救到即是周同局的投助的兌換呢 那是否消防沒有零一個調配 導致可能不出現了呢 好 那一共三個問題 那我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那待會第一個問題 關於霸道電視的資料 我交給阿胡Sir回答的 那最後的時候我會交給阿梁Sir 去講回關於救護車那裡 關於第一批的警務人員進入停車場那裡 那時間剛才我講得很清楚 大約是晚上的11點11點06分 至到11點20分左右 那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一共有15位的同事 是由這個唐明街的一條樓梯 那裡去進入停車場的 那而這批的警務人員 逗留了在裡面大約十多分鐘之後 就沿回同一個的樓梯口就出來了 那我們就沒有任何同事逗留在裡面的 那他們全部都是在同一個樓口出來之後就橫過馬樓 過回去唐明街西行 拍了在那裡的車輛那裡 就上回車那裡做一個等候召喚的工作 那我現在交給阿胡Sir 講一講回那個廢物電視 在我們看到周同學離開預所 周同學離開預所 如果即是晚上11點54分 直到他第一次進入常德停車場 即是凌晨56分 這段時間半個小時 我們只是在這個階段 在富康花園商場 有見過周同學出現 時間是0019分 和0023分左右 我問你 老闆想再問一下他進入商場 有進入和離開商場 短時間逗留 我再想問一下以你們手定所知 他裝潔這段時間 在進入Presession之前 有沒有接觸過其他的警員 即是沒有進入過Presession的警員 我們在這個階段 看不到他有接觸任何警員 任何是包含橋莊的 便莊 軍莊都沒有 橋莊 我可以回答多一點點 根據我調查到現在階段 當晚在將軍澳區這一帶 我們是沒有派出橋莊的警務人員 沒有 整個警局都沒有派出 整個警局都沒有 在將軍澳這個地區 在將軍澳區 是沒有橋莊的警員 便莊的警務人員 即是憂鬥 便宜 你知道很複雜嗎 橋莊是即是說他不穿軍裝 又不顯示自己的警察在做事 便莊的警員我們都 簡單解釋 我們沒有橋莊 我想你應該要明白 或者你問個問題的時候 橋莊和便莊是有分別的 便莊警務人員 即是我們不會隱瞞身份 我現在是一個便莊警務人員 我不會隱瞞身份 有違反證 但是我都是周行即寞 所以才掛個違反證出來 當日有沒有橋莊警員辦示威者 沒有 當日有一條電視的片段 你見到兩個陷阱 也想去提升那條片 我都知道你問哪條 那個是不是臥底警員 不過希望下次再跟回問問題 不要緊 我現在要回答你的問題 那段片我都看過 大概是0046分 你說一高一矮兩個人 好像是後面那個推前面那個 高那個推矮那個 首先我想解釋清楚 這兩個人的衣著 和周同學是不同的 我們相信這兩個人都不是周同學 第二 在另一個角度 同一時間0046分 在二樓 其實在領展 即是現在有人公開了的 閉路電視片段 你們應該看到 另一個鏡頭 在馬路中心 這樣拍到地點的鏡頭 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個人 是有一段距離 平排地向前 他們是沒有身體接觸的 一個拍得快 一個拍得慢 好像扣一扣那樣而已 可能是角度問題 坊間會覺得是有一個人推另一個人 我重新兩點 第一 我們不認為這兩位 任何一位是周同學 是甚麼人 現在可不可以再給我回答 我們還未清楚 他們是甚麼人 好嗎 有沒有優班 沒有 我再重申一次 當時在將軍澳一帶 我們沒有派僑莊警員 優班警員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優班警員 不需要跟我們去報告 他當時在哪個地方 我們是沒有僑莊 也沒有便衣的警員 在將軍澳一帶 尤其我們沒有僑莊 也沒有便衣 在上德停車場裏面 關鍵的時間 優班 優班我真的無法回答你 謝謝 蕭鵬 剛才說的兩個人 就是停車場裏面 都沒有推進 不是推進 是 兩個想授的程序 沒有一個是警員 以掌握者資訊 以掌握資料沒有 謝謝 蕭鵬 好 我想我用回剛才的時序 來去交代那個時間 剛才記者朋友說 提到492號車 當時是去到現場 當時去到現場的時候 是0110的時間 即是凌晨1點10分 當時去到現場 他是接收 接到一轉是叫做氣速 氣速腰痛的個案 但去到現場的時候 還有不尊重 有一些義務的急救員 就去到救護車身邊 就告訴我們的同事 就說 裡面有一個頭部受傷 昏迷的傷者 所以隨即我們的車主管 就立即通知我們的通訊中心 就叫多一轉的緊急召喚 就去處理多一個傷者 因為當時如果這樣 根據資料 是有兩名的傷者出現了 所以他當時一路就跟 當時一位的義務急救員 就前往現場 就是去到廣龍郭的地下大堂 就處理那個昏迷 不是昏迷 他當時報稱是昏迷 頭部受傷的病人 他處理的時候 同一時間當然就是三四六 三四六車也同一時間 已經參陣 已經叫了召喚這輛救護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一路跟急救員 走的過程裏面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這個上禮樓 停車場裏面有一名傷者 當時我們的同事 因為也都聽到 當時他有一個叫做昏迷 頭部受傷的病人 所以他也都去前往 去盡快去接觸這個病人 並且處理這個傷者 根據我們的時間紀錄 當時去到路口的時候 大概是1點23分 1點23分 請問剛剛那個記者是一間報款 有線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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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三條 有線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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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認為周平鶴就是警方眼中的暴徒 甚至甲薩 前面警員經常都說要殺死甲薩 你看周平鶴出事之後 警方的高層記者會裏面 沒有舉動交代過的情況 反而提出病重的消息的時候 相同消息的時候 才由你地聲和你去交代 到今天你們再出來 其實市民有些人會認為你們的忽然關心 是貓屋老鼠 那如果你們真的這麼重視這件事的話 為什麼今天不是高層出來 高層是否要和你們割席 所以變成人給你交代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 周同學的死 你們是否認為沒有半年是關警方的行動事呢 你們是否精簡責任都沒有呢 希望你們才能夠交代 第三條 現在警隊是有殺人的意義的 不論是甚麼形式都好 你們自己去查這件案件 跟六、七十年代警察查自己的貪污有甚麼分別 我希望你們不要再用裁判官舉人的來交代 究竟你們會怎樣開決自己的意義 去令到這件事業的真相 真是會令到公眾信任 希望你們交代 謝謝 好 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想我們都已經這個行動 都已經由六月中到現在 都差不多是五個月了 其實 對於其實我們將有關的事件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可以盡量和傳媒和公眾去交代 而我們有我們四點鐘的發佈會 亦都有我們現在關於一些特定的事件 我們會做一些特法的一些報道 我剛才其實都講過了 我們其實當日事發的時間 其實只不過是星期一的凌晨時分 或者是星期一的凌晨時分 準確一點的來講 我們在星期二的旁晚 已經即時 希望可以有多少的消息 都盡量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也都有一些既定的程序 到底我們的新聞發佈會 由誰去負責去做這個新聞發佈會 當然如果在一些不同的事件當中 我們會有我們的專業的一些安排 這個希望大家都會理解 也都應該會習慣了 我們一些對於新聞發佈會的 一些有系統的安排 而再者 另外的問題 其實都是那句 在我們警方的立場 我們是尊重所有合法和平的示威活動的 如果示威的人士 是要用暴力去對警方的警務人員 或者是公眾的市民 對於公眾的安全 是有很大的威脅的話 我們會用回適當的武力 或者是戰術去處理 希望回復社會的安寧 這個是我們警方 一向會做的一個安排 亦都會希望保障到大眾市民 你們的安全 這也是我們 在我們本身法律上的責任 你有沒有回應過我的問題 是 警方承認了它是有責任 過分使用暴力 導致這個州庫的無辜 犧牲 我剛剛想問這間時間 報警 他幫我發問 他沒有答過 三條都沒有答到 那警方是否承認這次有責任 因為過分使用暴力 導致州庫犧牲了 在這裡重申 警方使用的是武力 如果沒有暴力的使用 在市民當中沒有暴力的使用 我們警方是不需要使用武力的 好 麻煩有沒有其他報警 你有沒有看到 是否蹲哭老鼠 是否開脫責任 為何不是高層出來交代 為何由你交代 你們是真的這麼關心 你有沒有答過 不如我們再重申一句 時間性方面的話 希望大家都理解 警方工作 在這個調查當中的話 已經在48小時內 盡快 用我們最快可以掌握到的資訊 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 我們調查的進度是怎樣 希望大家都欣賞我們的努力 而這一方面的話 我們知道 中間可能有一些混淆的資訊給大家 所以我們今天 亦都特地來到這裡 希望可以拿到更加多的資訊 即時和大家再做這個發佈 希望可以澄清大家 高層是否和你們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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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層是否要由你們前線去處理 你們是這麼關心的 為何不幫他們交代 麻煩你正面回答 我們警隊其實就有一定的一些 行動上的調配安排 如果我們所有的一些調查工作 或者出來做一個發佈會的話 都是由我們警隊的 某一些管理層去做的話 我想我們很難去做一個 很負責任的調查工作 所以我們有分工的 在不同的工作方面的話 大家都見到 這一宗案件是屬於東九龍範圍的 而我們呢 亦都是找回我們東九龍重案組 去做回這個調查 而一般的死亡的調查工作的話 我們是知道那個重要性的時間 我們會找回一些專業的調查人員去做 亦都是 阿虎Sir他們帶領的隊伍 都很專業地去釐清那些事件 是不是丁點制任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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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是沒有答過 沒有答過 他真的沒有答過 他真的沒有答過 三個都沒有答過 其實Mena答了你們的問題 怎麼答過 我們都沒有答過 是不是貓屋老鼠 其實Mena已經答過 是不是丁點制任都沒有 我們這裏再 我們這裏 我想這件事件是一件悲劇來的 我們不要罵到 好像一個大家都很不滿 和一個很草草的一個環境 我想大家都希望 想給這件事件去平息 給死者家人一點安靜的時間 給他們的朋友 公眾的人士 都有一個安靜的時間 去想一想 到底這件事的發生是怎樣的 而在這裏 死因的調查仍然進行感的 警方必定會公平公正 這樣去調查 為什麽要自己人查自己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給他 他還沒有答過 他還沒有答過 答完他的問題 他都不尊重他的問題 你其實都不尊重其他記者 記者 其他記者朋友都他們想問的事 大家都想問 有機會責任就是 你明白我 如果其他記者朋友想問 如果其他記者朋友想問 我可以再舉手 或者看看我能否補充到你兩位的問題 警方在這件事情上有沒有責任呢 正正就是一個死因調查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我們一定會在死因調查上完全深入去查證 在警方在這一次的周同學死亡的事件上有沒有責任 我們會強力建議這次一定要開一個死因言須 你們自己都有嫌疑的 你們一定有刑事 我們看了我們的調查報告出來 即是自己人查自己人 你們警方都有嫌疑 你們自己人 記者朋友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請你舉舉手 其實我們一開始已經說了 其實今次警方發布會 是要舉舉手 然後我會指出這間傳媒機構 傳媒機構你們問完 接著我們也會問過 但我現在不想問 不要緊 我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在星期二第一次的警方發布會 我們已經講過 我們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包括警方查任 包括你問的問題 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我們會深入調查的 我們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 但你怎麼查自己人 任何機構任何人要做一個調查 都應該是全面公正公開的做 我們都會秉承這個原則去做 如果你查出來高級背景 你會指證嗎 其實胡Sir已經作答了你的問題 沒有答到 不如我們這樣吧 不如我們這樣吧 我們都說 其實香港的司法制度 其實很簡單 大家應該在座的記者 都專業的 大家都應該明白的 我們調查的工作 我們做完調查工作之後 我會交給司法機構 他們會負責去審判案件 但現在公眾不相信警隊 現在公眾不相信警隊 現在公眾不相信警隊 你們相不相信司法機構 問題的調查是你們先做的 司法機構是依賴你們的調查的 如果司法機構覺得有些事情 需要再釐清的話 我們是有責任去幫司法機構釐清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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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審判那裏 裁判官是會有他自己的權力 去做一些他覺得需要的調查 這個我想 我們在這裏就不評論了 好嗎 好 有沒有其他記者想答問 因為其實港台這位記者已經問了幾次 不是問了 今次 我們要問幾次 又會剝除了其他記者想問的問題 那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請你舉手 我們就是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其他記者想問的問題 我們真的有問題 如果有其他記者的問題的話 請舉手 他是問我們 是 如果是的話 請你舉手答問 那我們 如果是說的話 你舉手我們舉手 好 我可以給他 那我重複我那幾條 第一就是 既然警方這麼重視這件案件 是會回應公眾的關心的話 為什麼會由你這個陳述來交代 為什麼不是高層去處理 回應公眾的擔心 你都已經去到擔心今晚的集會了 為什麼會由你這個陳述來交代 第一條 第二條 究竟警方到現在為止 是不是都覺得丁點責任都無關呢 請你交代清楚 第三 自己人查自己人這個言言 怎樣開脫 你們是否更適合去查一個 公眾覺得是跟警方有關的案件呢 或者讓我簡單答一些三條問題先 第一 為什麼由我們這個陳述去開這次的記載招待會 我是負責這個死因調查暫時這個階段的主管 我覺得由我主動真誠地去交代這件事 在這個階段 因為我是暫時最了解這件事的人 所以由我交代是最切合的 第二 自己人查自己人怎樣開脫原液 我想強調在這個階段 我們是調查周同學的死因 不是調查警察 不是調查警察 當然 我剛才已經說了 在這個調查階段中 如果我們發現 警方是需要負責任的 我們一定會如實向死因裁判官回報 這個就是我的答案 第二條問題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重複 我講過了 警方在這個階段 覺得有沒有責任呢 根據客觀的事實來看 我們在周同學 進入停車場 直到被發現到我在二樓平台 這麼不幸的事件 我們的確在這個階段 我沒有看到有任何警務人員 進入或者逗留在停車場裏面 我明白 當時在外面 我們是有私放催淚彈 和有一些行動 是在驅散一些示威者 我們正正就是要了解 這些行動 和外面的行為 會不會對周同學 今次的意外或者事件 是有關聯 我們沒有調查過 我不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定論 好 麻煩了 今天的記者會撤錯了 不是死一靈的層次 根本就不是死一靈的層次 如果是在關警方 我們呢 所有調查都要循序漸進 當我們有進一步的資料 發現 不是好像正如你所講 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都要如實回報 包括給私隱裁判官 或者我們的上級知道 到時可能會有其他的行動 但是這個階段 我看不到有這樣的需要 也都沒有這樣的資料 叫我們去這樣做 好嗎 在這裏呢 我想再補充一句 在整個事件當中 是一個悲劇來的 我很希望大家 再給回多些安靜的時間 和給回死者的家人 和他的朋友 另外在未來的周末 或者今晚呢 有一些的公眾活動 如果大家呢 是有興趣去參與的話 記得這個是一些非法的活動 並沒有向警方知會的 一些公眾活動 而出現的情況 有機會是會混亂的 也都不希望大家 公眾是一些多人 和有危險 和有暴力發生的地方 多謝 謝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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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